主要就是在線上討論其實很容易變得很量計畫 然後就是只看到最極端的common 然後很快就大多發討論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在全世界都面對著 那已經有好幾個反對是解決這個東西 在實驗一些新的系統 新的溝通 新的線上的討論的方式 那其中一個可能大家有看過是 現在那個畢台灣裡面有使用的policy 那個其實也是因為阿拉伯之春之後 一個系統的團隊發展出來的 那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新的模式 可是今天可能沒有時間介紹它 但是它的作者可能12月的時候會來台灣 所以我們可能還會有一張活動來探討 新的線上的共同的方式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可以訂閱或是我們的電子報 那我們今天第二位講者是Heggy Heggy之前是 或是之前是 本來現在還是這個病後人生的戰場 對 後來因為常常去公務機關演講 之後大受懷疑就直接被研覽進去 是吧 可以這麼說啦 好 那它今天會跟我們講到今年初到現在 其實政府 尤其是主要是大附加特工會服務 有很多一些新的法案跟一些爭議的事件 讓他們試圖用網路來進行溝通 中間有很多很多的痛苦的經驗 會可能是成功的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就歡迎Heggy 先在場所有朋友大家好 那我先做一下預告是 因為今天前半部分分享的內容 是如果你曾經來過前前一場OCF 公民參與大戰鬥那一場的話 那基本上是這一次前半部分 是上一次我講的閃電講 大概10分鐘的版本 把它延伸成一個大概20到30分鐘內容 所以如果你曾經聽過的話 你現在盡量睡也就完全沒有關係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剛剛好像最後 我英文沒有那麼好 但大家聽得出來 就剛剛曾經有人提到說 年齡這件事情在網上查 是不是會受到一些影響 然後剛好我昨天在準備的時候 查一個有趣的資料 剛好給大家猜一猜 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 目前我們公務員平均的年齡是多少 然後大家可以現在放一個數字在心中 那直接給大家看 就是有興趣直接上全序部 然後他沒有公開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平均年齡 看起來好像還蠻年輕41.96 但部你往下看 從明選手上一路拉下來 真正有影響力的 大概是科長百分10之等以上 平均年以52到再往上是58 所以其實真正年輕人就看到 其實最後就是集中在 只有最後面 第一第二職等才是 到第四職等是三幾歲 其實其他全部是四十幾歲以上 好那不要被這個平均數字41 就騙到了 好這個是一個鬥知識 那現在就進入 今天的小小的分享 好那我幫今天的一個分享 訊 取了一個好像有點聳動的名字 叫做 潛入未卜不一百八的天 這感覺有點像某種 書店暢銷書 還有網上面可以看到那種 可能是出賣自己工作的部門 然後有一些內幕八卦之類的 那實際上到底我要分享的是什麼呢 這可能要回到就是從自我 我的自我介紹開始鋪成起 我這樣問沛奇大家可以叫我沛奇 那在進入到微卜不之前 我其實是一個也是現在啦 就是一個病人資訊網站 你知道聽說人生 但是服務網這個網站的站長 那今年三月的時候 因緣際會之下進到微卜不服務 好如果用一個最簡單 最簡單的案例來說明說 我從民間進到政府之後 感受到的一個差異變化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是來看粉絲團的經營 當時在冰國人生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個自己的粉絲團 那每天每天會收到很多的網友的留言 那我收到的留言會像什麼樣子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例如像這種 什麼非常勁沛沛站長啊 為社會做的奴隸 然後說這種 第一次逛到這裡來 就被您的尊存用心 認真負責所感動 好女孩 現在有這種很很振奮的東西 好 當我一不小心一步 踏進到公務部門之後呢 等一下你會講到議員機會之下 就幫魏伏伏開啟了就是他們的粉絲團的 的經營的這個新紀元 那我每天看的留言是什麼呢 大概像這種東西 憑什麼大統流不乏惡 魏伏伏你們是瘋了嗎 然後如果兩個字就補腦 然後還有就是直接送你 就是三字經嘛 然後什麼 你們為何不死亦死 對台灣人民寫嘴 是相名的這種語言 大家都常看到 只是當你發現他們說的這個你們 也包含我自己在內的時候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們那種 從天堂落入地獄子的那種 那種差距的感覺 所以我其實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是我誠實的說我進到外公務部之後 我覺得跟我合作過的公務部門的同仁 95%以上 我覺得他們都是很認真做事的 大家可以回憶一下 或是因為我自己的Case來說 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拿過書卷獎的朋友裡面 我算了一下超過二分級 現在都在當公務員 所以理論上他們是最認真那一群人 那再用我自己一個比較切身的例子是 就是不管我每天是幾點下班 好 當我回頭啊 我會服務大樓看的時候 永遠都會有人比我 我覺得超神秘的 像是十一點半的時候 至少還有次間辦公室是那樣子的 所以無論如何 我覺得認真做事件性 我不知道其他部會 但是我自己在中央部會 在陸部看到的是 我覺得普遍大家是認真工作 但為什麼大家明明都很認真做事 做得這麼晚 但卻像在粉絲團上一樣 常會被人民罵罵 我覺得這中間一定有 某種神秘的力量在做 所以不管是做事的方法錯了 方向錯了 或是其他的原因 所以今天的診斷演講 我嘗試希望可以用我進到部內之後 主要經歷到的兩個案子 來跟大家分享這中間的落差 到底什麼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詮釋 那兩個案例在今天的活動介紹上面 已經有提到 一個是依舊法 一個是長照雙法 好 那就馬上進入到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依舊法的部分 好 要講依舊法 後來還是要先講一下它的背景 這個案件的源起是這樣子的 什麼叫依舊法呢 它的概念就是 大家都聽過很多醫療舊分 有超多的訴訟 那政府希望不要讓民眾跟醫生之間 有醫療舊分說直接馬上走到訴訟 希望可以開拓更多是屬於非送 就是不是訴訟的方式 什麼調節、捧場、關懷等等 然後把這些非送的方式 另一部專法來想辦法減少原本 會纏送多年的訴訟 它的概念大概是這樣子 好 聽起來很美好嗎 那這部法其實是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它就已經在立法院出審 然後也經過政黨協商 然後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 希望可以開始推動二讀 所以大概它的進程是這樣子 好 就在今年4月 他們要開始推動二讀的時候 網路上就出現了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底色比較不清楚了 它寫的是堅決反對 為服務反本依舊法草案的 而且一看就不得了發現 按參與的人就有4.3萬 而且所有我的醫師朋友 醫學系的同學通通都按參加 所以馬上發現就事情好像不太妙 所以因為這股網路上的聲音 它大到當時其實主流媒體沒有怎麼報 主要是網路上 這個聲音大到讓政府裡面的長官們 感受到他們在立法院推動的時候 已經有受阻 不管是他們自己的醫師朋友跟他們說 或是立法委員注意到這股聲音 反回頭來給我們的長官壓力 好像因為這樣子的一股壓力 他們發現立法開始不順暢了 所以他們決定要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來因應這整件事情 這個專案小組的組成大概講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的 好像可能大家沒什麼感覺 因為可能今天來的大部分不是公務員 所以我做一下翻譯 那所謂的次長呢 大概就把他想成是副總 欸是下一個兩個副總 那主任秘書呢 就傳說的營運長 就真的大事小事情喔 那法規會也差點把他想成 是法務的最高部門的主管 法務長 那依次次長的話 是某個業務裡面的事業 不是副理不是經理 是更大的協定 然後公關事主任就把他想成 像一個發言人一樣 好事你會發現 因為一個網路事件所在部內 找出來的這個專案的層級 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當時是大概5月的前面 三個禮拜 我們幾乎是每一天或兩天 就會開一次會 這個平凡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對 好所以就在這些長官們的代理之下 原本衛福部習慣的實體的溝通 協商會啊說明會 他們繼續辦 那因為我剛好進到衛福部內 也在這個專案小組面 所以我專門是負責網路上關的溝通 好那實際上在這些長官的指導之下啊 那接下來就要開始做一些 新的網路上面的溝通嘗試了嘛 但開始做網路溝通嘗試之後 就發現出現一些困難 這些困難像是什麼呢 我這邊要想要跟一位 我非常敬仰的前輩致敬一下 就是唐鳳大大 雖然他之前沒有來 但聽說他之後會看影片 他在前兩次OCEF活動的時候 他有提到一個東西就是在做公民諮詢的時候 以民眾端的角度出發 就我來看民眾端的角度出發 他會碰到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可能是議題太複雜 第二個問題是可能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做討論 以及最後第三個資訊太爆炸 資訊太大量 好這是從民眾端出發的 所以他認為民眾討論有這三組牆 同樣到了政府單位 他們要做這些民眾溝通的時候 我認為他們也會碰到基土牆 而且我認為這個牆更多 結果故意設定了五土牆 那這五土牆的外面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取這個名字 雖然都有點白話 但是大概是這樣 第一道叫做說物清楚之牆 然後再來是第二道是歷史的洪流之牆 第三是沒人離我之牆 第四的是有點反腐 沒人離我之後 最後突然又變得太多人離我之牆 以及最後第五道也是今天的大羅王 就叫做泰文溝通之牆 那我接下來就是會跟大家分享 從一九法的時間順序脈絡下來 我們一道一道碰到這些牆 怎麼樣努力的撞牆 投透血流 想辦法搬牆過去 大概就這樣一個歷程 好進入第一 有關說不清楚之牆 在這之前呢先讓大家了解到 就剛才講一九法 聽起來一個這麼美好法的法律 為什麼會受到那麼大的阻礙 就我個人的詮釋啊 最後看起來大概就這樣子了 整個爭議裡面他有分兩大塊 一塊是事實認定 一塊是價值判斷 事實認定舉個例子好了 像是在去年因為經過政黨協商之後 其實有個新的版本的草案 這個草案我們是有把它公佈出去的 但是在我們自己的新聞表現 可能沒有什麼人看 那實際上今年度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手上拿的草案 還是更久以前還在行政院時候的版本 所以兩邊的草案拿的都不同的時候 其實某種程度是在平行時空啦 所以這種某種程度是你需要去做澄清啊 去資訊傳播啊等等 比較事實認定的部分 但真正把這些都 這些如果都釐清完 最後剩下的就是價值判斷 關於到底這部法 能不能夠達到他原本的立法精神 真的減少依舊訴訟 還是說就是有些人的判斷是以目前 台灣的病人的情況 可能會比很多人 都有一種一些非送的制度 可能補償啊等等 這邊走完之後還是回來走訴訟 所以這等於是對病人的狀態 或是台灣的文化 有一些不同的價值的判斷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是比較難處理的 但顯然我們可以開始做 是從這一步開始做起 好關於說不清楚之強啊 來看一下 其實啊剛剛看這個4.3萬人的反對活動 他們其實他們的論點是很清楚的 他們有5點 他們認為依舊法不對的地方 他其實在置頂文就寫出來 好面對這些反彈啊 其實整個網路上 基本上這個活動是以依賴我們為主體的 5點是很清楚的 那我們衛福部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做相關的澄清 例如我們會寫像這樣子的新聞稿 然後下午那大家也知道 就因為排版啊 因為各式各樣的關係 尤其對我個人來說是 剛剛人家是很明確的是5點 但到我們這裡的時候 其實我們寫了4點 雖然因為排版本好像看不太出來 那點對點的關係到底什麼其實是很難抓出來的 所以這一次面對著說不清楚之強 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我們把我們的澄清稿做了一個改版 寫出來的東西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一開始就先說一下 這個確認一下草案的版本有沒有拿對 那一路路上下來 他大概長這個樣子 停在這裡大家看一下 一個最大的差異 第一個是我們總共就寫5點 人家就是那5點嘛 而且主要網路的反對聲音就是在那個活動裡面 我們就是在對他們說話 所以第一個是我們會直接寫出來是 耶爾文他們質疑的是什麼 那我們的澄清是什麼 先不要管你認不認同裡面的話 至少我們把那個點對點先做起來 比較好是在同一個空間裡面去說話 這是第一個改變 以及第二個改變 剛剛的新聞稿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我說一下前面那個大塊文章 舊的新聞稿裡面 他最後就會寫說 我們其實有些supporting的數據 那這些supporting的數據是說啊 做了一個計畫 然後所以訴訟案件量下降七成 好 那他就一句話文字 你也不知道資料從哪裡來的 所以這次 只要是寫到數據的地方 都會要求 又當然回頭去找 到底是從哪一個資料機來 他的數字是什麼 然後再加上抄疊解 可以連到原始的資料機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雖然是跌跌撞撞的 先翻過了這道說不清楚之詳 但是說跌跌撞撞就是 因為那過程中 其實真的有做了太多太粗糙的地方 所以以至於常常會有 酪漆拉撞的情況出現 所以剛好今天做一個自白 有一個還蠻好笑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當時的五點裡面啊 第二點寫的是 所有醫療人員沒錯 也要負擔30%以上的補償金 當時我們整篇曾經稿裡面寫的都是說 不是不是 我們不是30%以上 我們就是30%不會更多了 然後這個時候 彭琳哥那時候有提醒我說 你有看這種重點嗎 重點明明就是說 人家沒有錯人家還要付錢 這才是重點吧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嗎 其實這樣好笑 因為我從頭到尾 我怎麼唸這句話 我都是唸成 所有醫療人員沒錯哦 他們也要負擔30%以上 真的是這樣 所以後來 就這次的慘痛經驗之後 在長照那一端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機制是 東西出去之前 至少給三個不是政府裡面的人看過 可能是斗面相關 可能是跟斗面完全無關 因為他們看不看得懂 我們有沒有擺錯重點 好啦 大家笑得很開心 但當然是很難過的 好 再來說不清楚 志祥翻過去之後 碰到的叫做歷史洪流之牆 什麼叫歷史洪流之牆呢 當時我們開始收到一些 呃 呃 Bback是說 呃 你們會不不莫名其妙 你們怎麼突然在這個時機 你也開始退役就把你們黑箱 然後你們就是強行通過之類的 誠實說我們收到這樣的聲音之後 我們是覺得有一點點的委屈的 原因是因為像剛才所提到 他其實去年就已經出審了 再更往前 他是101年就送立法院 更不用說更前面更前面 還有很多的研究案 但這顯然是一個時間區段 比較複雜的情況下 我們很難用單一的一篇新聞稿 來做回憶 所以針對這個歷史洪流之牆呢 有點太過複雜了 所以我們就見了 呃 衛福部史上 第一個head folder 那在這個head folder裡面 我們做的事情是 呃 把所有相關的會議記錄 全部放進來 包括他 呃 當時審財 VOD啊 還有所有的公進會記錄 以及拉到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陸續有這些作為的時候 其實相關新聞稿都出來 這些所有的東西 本來都是公開的 那只是這次我們透過head folder 把他全部在一個平台上面 可以把他做呈現 所以這個是關於歷史洪流之牆 感覺上好像也還蠻美好的 然後一跨過兩座牆的步 但是這時候 最可怕 呃 蠻可怕的 叫做 美人力我之牆出現了 美人力我之牆是什麼呢 我們改了新聞 改了澄清稿 你們做head folder 從我們的官網可以連過去 但我們發現 根本沒有人 會到衛福部門 這個沒有人 不是G&A沒有人 是真的是G&A沒有人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G&A數據 是當時那個4月份的 你可以看到 我就只抓新聞稿的部分 前10名裡面 只有前8名的瀏覽次數是超過1000次 第9名以後 通通都是1000次以下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那到底衛福部 我們是抓一個月的新聞 因為我們一個月會寫多少新聞呢 我們一個月居然會寫超過100則新聞 你能想像嗎 一個月產生100則新聞裡面 超過90%的新聞 瀏覽量居然都是1000次以下 這其實是一個 我個人覺得是奇迪無比的數據啊 你會像4.3萬人在網路上面的 反彈聲浪是顯然 那個數據是相差很純屬的 好 所以該怎麼辦呢 面對這個沒有原來理我們的這個狀態 那我先講一下 當時其實我直白說或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目前內容真正的戰場 其實絕對不是在官網網站上 什麼或者是個別的平台 而是回到社群網路上 所以怎麼把原本在官網內容 搬到社群網站是很重要的 但不幸的是那時候本部 並沒有粉絲團這個東西 所以當時其實想了幾個方法 想說要嫁粉絲團嗎 就會持嫁粉絲團 但是又會想到說一嫁了 我們現在沒有SOP回應什麼 都是很大的困難 所以當時我原本心中的算盤是這樣子 我原本的算盤是說 好 沒關係 我不成立粉絲團 然後我就請 因為我有很多在新媒體的朋友說 可不可以請他們幫我們 把文章看到他們的新媒體上 然後他們轉到他們的Facebook 只要轉到Facebook 我就可以透過分享 去做後面的相關的傳播了 好 那這個嘗試呢 他只有怎麼做的時候 就是我只能說 人進入公務部門之後 友情之後有一些改變的 其實我不會很想幫我啦 那只是上面總是會有些考量 覺得政府已經有很多的資源了 其實好像不需要用到他們的東西 那我必須要跟大家講的事情 是的確如同大家印象中知道的 我們有很多的資源投廣告啊 好像都不用請要 但是在網路上面的傳播知識跟資源 奇力無比 好 總之因為沒有辦法透過 我朋友這邊的協助 所以最後壯士斷王 斷王 斷王 決定好吧 那就自己來成立了一個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有我曾經看過 衛生服役過的粉絲團的話 百分之百完完全全就是我 EJOBA所成立的 好 那成立了Facebook之後 算他是什麼高科技啊 那的確成效如何 可以看一下 後來一數集的數來說 因為是一個完全新的體驗了 大概是可以到三萬 三萬多像這樣子的人次數 還不多啦 但至少比原本可能不到千 或一兩千 大概是有一個十倍像這樣子的跳升 好 所以這個是關於 沒人離我之強 跨過沒人離我之強之後 就是一個完全新的境界了 就是你當你開始上到Facebook 上到社群網路 你就會發現完蛋了 有太多人理我了 什麼叫太多人離我之強呢 就是如同大家可以想到的 因為開著Facebook 我的留言就以這樣子的速度 不斷不斷的產生 給大家看一下當時的數據 我們是4月30號開粉絲團的 光是那一天 裡面當然還有一些是屬於回音的部分啦 光是開戰那一天就有300多則留言 那後面大概是一則 只要有新的破文出來 大概一天會有50到100則左右的留言 面對這麼這麼大的留言量 顯然我們當時也完全沒有SOP 我們也不可能逐責的去做回應 所以怎麼辦呢 在這個急迫的情況下 我們想出了一個權宜之計 叫做兩階段式回應法 那什麼叫兩階段式回應法 因為它比較複雜一點 我需要直接開網頁給大家看一下 稍後等一下 好 在我們的head folder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在04的部分 有個網友提問嘛 那這個網友提問裡面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headpad 好 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headpad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face的上面 它會有缺點 就是每拖一篇文章下面都有留言 所以留言是一則貼文是分散的 所以使用headpad的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先把所有在face上面的留言 通通一則一則的先貼過來 先做分散後的集中化的動作 像現在大家看到 像這邊一則就是其中一個網友的留言 那這邊是他的名字 然後點下去可以回到他當初留言的地方 好 為什麼要做集中化 集中化之後他大概會有 用headpad有兩個好處 第一也是集中化之後就可以做分類 舉例來說 像現在大家看到一路拉下來 就感覺上應該是有十幾二十則留言 但其實他們在問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認為 然後醫療常規這個東西不合理 好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不可能有那個時間逐則的去回應 但是當他集中化做完分類之後 或許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則類別逐類來做回應 好 這實際上也是我們做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像每一個類別旁邊 我們就會寫說我們做了什麼樣的處理 那點下來就是其中一個範例 像這個回應網友的提問 那很多人都在講補償賠償的問題 那就一次性的把它做回應出來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好處 是關於他可以做分類逐類來回答 第二個好處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他是HIP-HIP後期啊 我就跟他說與其你們讓我這邊做搬運工 Copy Pass過來 那不如你們就直接上來吧 那所以後來可以看到最後 咦 這邊拿得到嗎 最後大家可以看到實際上在這個CAD上面 跟我們一起做協作共筆的大約是有22位網友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老實說有點小小感動的是 在一個這麼這麼大的社會爭議的事件裡面 至少在有還是有一個部分 就是在反對論點的整理跟回應啊等等 去做組織化的動作是由我們 是由政府跟網友之間共同協作來完成的 好 以上講了這個HIP-HIP好處 但是還沒有解釋到的是什麼叫兩階段式回應吧 所謂的兩階段是這樣子的 大家可以猜猜看 當我們不要寫出這樣子一篇的回應內容需要多久 這不可能是我寫 這一定是業務單位寫的 是一次次寫的 要寫出這個東西要經過的關卡跟強程更多 過科長過司長然後再到我們的專案小組裡面的 兩個次長主任秘書法規會發言一分等等 就算是拉到專案小組的成績 大概至少三天五天也跑不掉 那你說憤怒的網友 我們有那個心情等三天五天嗎 我覺得是很困難的 所以當時有一種就是小編啊 他就會以用聲諮詢先躺在前面 做第一階段式的回應 現在像現在大家看到的只要有人留言小編在第一時間 其實本人我啊就在前面說 欸好感謝你我看到了 那我們已經把你的留言收到PAD上面去了 那我們做一些分類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你可以做調整 所以所謂的兩階段就是板封小編擋在前面 先跟大家說我們收到 然後整理到PAD 然後當這個網友順著這個留言到PAD去看的時候 他就看到好他們真的有在做分類 雖然很慢但是逐則逐類的是有在做回應 所以有點像是前面先擋著幫後面 依照他們既有程序爭取更多的回應時間 好所以以上大概介紹到這裡 讓大家了解所謂的太多人離我之強 其實就真的是有太多的留言了 那這個時候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用兩階段式的回應法 想辦法就是努力的翻牆過去 最後一個叫做太晚溝通之牆 這可以說是整個歷程中我覺得最大的魔王了 什麼叫太晚溝通之牆呢 那一樣這邊稍微偷懶一點點 但是一樣想給大家看一份當時做的文件 這一份報告一稍微等我一下下 這邊想要給大家看一份報告 然後這份報告也都是可以公開的 那這份報告是當時在部內 直接跟我們家部長做報告時候的用門內容 所以想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經過了這個事件之後啊 我覺得其實對於網路上面的溝通 有一些小小的觀察 因為我多了一個場域叫粉絲團 然後最後是有幾百折留言可以讓我做觀察 我發現其實粉絲的行為是有幾個特徵的 第一個是他們希望表達想法 第二個他們希望被回應 但是其實我覺得最真正最重要是第三個 他們希望有實質的影響力 想要他們想要發言表達想法 我覺得這毋庸置疑嗎 很多很多的留言 那什麼叫做希望被回應呢 舉例來說像這一位K先生 他就會說那時候我們還沒開始做回應 然後他就會說請於下週說明 這些意見會整之後 如何聲線幾月幾號是給哪一個長官 還有哪一個立法委員 否則這個網路其實只是息事年齡的 或是有人會講到 那麼粉絲團好像有心做事 但如果都是官腔回應 那你不如直接開記者會就好 好 所以他們不只想要說話 他們也希望是可以有實質內容回應 但真正最重要我覺得是這個 是他們除了希望被回應之外 他們希望是有實質影響的 例如像聰明如這位誠信網友 我們在下面其實問的問題都說 你覺得這條可不可以改啊 你覺得怎麼樣法條改會更好 但他會從頭去問說 為什麼你們都在問怎麼修改條文 難道我們不能去討論我根本的 我要不要這一步法嗎 所以他會提出了質疑 是不是你們其實已經有預設了 就現在的狀況就是一定要上路 或是下面他們網友會提到說 寫的我有用嗎 還不是你們都說了算 然後各唱各的 然後送立法院點點點 所以其實從這個案例裡面 我一直都覺得整個19法做起來 會特別特別辛苦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一個已經走到二讀階段的法案了 那你說這個時間點 行政部門會沒有這個立場嗎 不可能 因為從一開始的研究案 到自己部內有了一個法案的版本 然後到行政院跟財政部等等的 打了一大架終於有了財源 然後出了行政院到一讀 然後到政黨協商到二讀 每一個階段 其實都是在強化行政部門的立場 所以到越後面 其實他真正可以釋出來讓大家討論 而且可以實際Feedback回去給政策的 那個空間是小的 所以我自己後來在檢討的時候 我也跟我老闆講說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有了這次慘痛的經驗 我覺得很重要是 你必須要在政策的前期 越前面越好 就要先開始啟動溝通 越後面能夠溝通的空間 其實都是比較小的 好 那最後一樣給大家看一個小小的案例 就雖然說這次Head做起來 的確會得到一些credit 但這些credit其實是 他是會大家會感謝板工小編 那大家不會感謝衛服 例如像這一位他就說 感謝板工大大的用心整理 但個人對於上面長官是真的會纏 還是只是摸頭就點點點點點 所以還是回到到底這個法案目前的狀態 是不是還有真正的討論空間 好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這次就在第五關 太晚溝通之牆前面倒下了 所以最後的成果如何呢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當時在網路上的溝通 搭配實體的溝通 其實後來我們有因為這些內容 因為所有的留言 其實每天我也都會直接整本印下來 發一些重點 直接在專案會議上面給大家看來討論 我們有依著這些內容 所以我們後來的確我們寫出了11點 是給立法院目前草案的版本做一些建言 但是你要說性也好 你說不性也好 總之最後這個法案在上個會期是沒有過的 那這個會期要通過可能的機率也是比較艱難一點 好那你說值得嗎 我會說就百分之百一定值得啊 就一方面是我自己玩得很開心之外 那同時也有很多的經驗 其實留下來在後面的 我在部內接觸案件是不斷拿出來使用的 好所以接下來就直接來看一個 充滿醫修法的椅子的第二個案子 就叫做 叫做長照雙法 好進入到長照雙法 長照雙法的狀況是這樣的 還是一樣做一下他的案件起源的介紹 狀況是這樣 好對不起我知道這個還是很難懂 但我現在目前還沒有心力改 在今年5月15號的時候 長照服務法通過了 長照服務法通過之後 他有九個執法需要陸續訂定 然後這個會期開始要開始審長照保險法 好先不知道實施那種 但沒有關係 但你可以發現這兩部法 如果大家在新聞上曾經看過的話 如果真的有長照保險 他可能未來會變成像一個健保 一個新的健保一樣這麼龐大的東西 所以顯然他是有很多素材是需要做溝通的 所以一樣在部內就因此成立了一個新的專案 那一樣直接給大家看翻譯後的版本 就是由CEOO領軍 領軍了三個業務協定 所以他是一個跨單位的一個合作 還有包含我自己引爆在裡面 好在這個專案之下 因為已經有了前面連跳舞做牆的一個經歷 所以我們大致上做了一些新的這個專案的一些處理 我把它分帶來兩類 上面的這一類 你會發現好像似曾相識 那基本上就是從一九把直接copy過來 但做一些微調的 那下面的這個執法徵詢 則是在這一次的案件裡面 做的一個創新 一個新的新的嘗試 好 那就一個一個來看 先看從一九把延續下來的這些應用 第一個是黑配文有回應 其實你就會發現一模一樣 格式一模一樣 那一樣的我們每個禮拜 然後會按照類別來做回應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是在一九把的時候 他是一個突然燒起來一把火 所以你一直在滅火 但是到了長照霜法的時候 他是一個比較長的溝通過程 他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說 我們一定要突破關 我們要 所以比較沒有那個時間的壓力 所以我們是以周圍單位來做回應的 好 那這一次的網友的回應裡面 我們做了大概有主要兩個修正 第一個修正是制度化 之前是滅火嘛 就是我趕快丟給業務單位 業務單位再來回 那現在的狀況是 模式大概是這樣講的 每個禮拜一會有就是親愛的替代義的小朋友 幫我把所有的留言貼過來 那我只需要做分類 那再接下來我星期一 我就會撒給這些業務單位 然後同時我會依照留言的則數 分類的則數去確認到 哪些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建議他們回答哪些類別 然後三個業務單位 他們一個禮拜就各選一題 回答完之後在禮拜五寄給我 然後他就變成下個禮拜貼我的內容 然後周圍複實的這樣做 所以這是第一個有做制度化的部分 第二個是還蠻有趣的 其實我發現啊 QA這種東西其實大家應該都看過 其實政府超愛做 大家應該都看過這種東西吧 就做成一個PDF 然後藏在某個地方 可能大家沒有人看到 好那這一次我們有做一件事情是 我發現啊 就在跟業務同仁討論的時候 發現以前的QA怎麼出來你知道嗎 他們通常會先看我手上有哪些東西 如果寫過哪些縮帖 就是我有哪些A啦 我有哪些A 那我去回推說 好那我可以寫出什麼Q 這個大概是以前的做法 那這次我們做的事情是 你其實不用想那麼多 其實就直接把這邊的QA搬過來 因為這個時候你可以確保 這邊的Q是民眾真的自己問出來的 比較是從民眾觀點出發來做的QA集 所以比較不容易發生 你寫出來結果民眾跟你說 其實這根本不是我想要知道 比較不容易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好 那第二個是延續著已久法一樣飛翠 因為已久法我們成立了 慘烈的為服務的粉絲團 但是他遺留下來的一個遺毒 就是因為他當初成立 大家因此加入幾乎都是對於已久法 非常多的意見跟抨擊的這一群網友 所以後來到喜白老實說我覺得是困難的 成立這個粉絲團之後 後續貼了一些什麼福利相關的啊 跟已久法一點都沒有關係的文章出來 但下面的留言 基本上還是比較是抨擊啊 或是離題的一些留言 所以當時在專案小組的會議上的時候 有了一個非常沉重的討論是 我們又要斷尾求勝 要不要另外成立一個粉絲團 來做群眾的區隔 那現場所有的就一級主管 一次同意說好 我們重新成立一個吧 所以就成立了這個叫做 衛生福利部的長照專區 好成立之後我發現的確是有一些不一樣 例如像這個 我真的很久沒看到這種溫馨的留言 就是在QA的製作上 居然有人會說衛服部團隊戰 天啊 這是天堂 然後又例如像這種東西 其實這個人他是要給我們一些批評建議 他說啊 你們最近就是越來越難懂 是不是又在經過層層層合 那請你盡量簡化文字更改口氣把 連給的建議都還有一個把這種語助詞 真的是非常的平和 所以我發現以衛服部 這麼龐大的一個業務的單位來說 適度的去做分眾 創造一些子品牌 雖然這樣對於好像已經爛掉了衛生液體來說 有點不好意思 還在思考怎麼解決 但的確他會寫有些幫助的 好 關於延續一周法的最後也是懶人包 其實在一周法的時候 我們做了像這樣子一個懶人包 但我剛剛那個part沒有提到 為什麼沒有提 因為他超沒用的 因為當時貼出來的時候 大概已經是五月中後段 公共的中後段了 出來的時候其實數節的數不多 好像連一萬都不到 但針對這種把複雜議題去做 比較清明化的版本的介紹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有價值的 所以在長照公共的時候 我們其實又做了類似的事情 一樣做一個懶人包 但是最大最大改變是時間點改變了 在一周法的時候 我們做一堆什麼Headpad留言啊 一段不斷去澄清啊 回應 然後我們最後我們才推出一個懶人包 但現在顛倒過來了 整個長照粉絲 還成立的第一天的第一篇po文 我們就先放懶人包 這個懶人包出來之後 大約兩三週才開始做網友的互動跟回應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是我們發現他有點像是 提供基礎資訊的感覺 當你要問問題之前 你好歹也先做一下 這個整個法案的基礎了解吧 那的確我們也發現時間調換之後 我們受到的問題數量稍微比較小 品質的確有稍微的提高一些 所以在這個case裡面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一定要先做淫貌 先做資訊的給予 然後再來做討論 我覺得這對雙方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他還是有很多佔的空間啊 例如這個基礎資訊 是不是也已經有預設框架啊等等 這個等下後續會給大家給討論 好以上三個部分是 完全是一九法椅子 留下來做些微調繼續做的 接下來要講的是關於執法徵詢 執法徵詢是這樣 剛才有提到 長照伏法裡面有九部執法 這九部執法 我其實是非常見烈欣喜的看到他們 因為他們完完全全符合我心中 所謂政策初期的階段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在一九法我們是在太晚 溝通那一套牆前面停下來的 但所謂的長照伏法的執法 在我接這個專案的時候是 反正一個字都還沒開始寫 所以針對這一次政策初期的 長照伏法執法執法 九部執法裡面 我們嘗試挑的兩部跟領眾 比較相關的執法 一個是關於外籍看護的補充訓練 還有另外一個是關於機構的評鑑指標 因為把長輩送去機構 或是請外籍看護 截至目前為止 還是台灣人主要大眾的選項 那這次我們怎麼做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國發會他們做了一個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就一個GOV 不管大家對他評價怎麼樣 但我們這次是在這個平台上 嘗試來收集大約大約大約 大家對於長照伏法意見 法條還沒寫 但先抽出可能比較重要的幾個概念 然後寫成像這樣一個很簡單的說明 然後下面其實有相關的資料 就現在的評鑑指標是什麼 那請大家給我們一些feedback 做完像這樣的一個長照伏法的徵詢啊 我誠實的說裡面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最困難的事情是這個 在這個平台上面 我們收的是一則一則一則的留言 所以我們最後會得到一大堆的文字 所以這些文字他實際上到底該如何使用 我覺得這是最困難的 這個所謂的如何使用 他還分了兩個層次 一個是對外 我們要怎麼跟民眾交代說 我收你的意見我怎麼用 以及對內 實際上我們政策討論的時候 那些文字怎麼鑲嵌到我們原本 既有的討論程序裡面 分成對外跟對內 那我就先從對外開始說好了 對外的部分啊 我一直都覺得網友可以講話的地方 太多太多了 他在Face 了他在PTT 但他憑什麼要到一個國發會的座語平台 而且好像還沒有什麼人氣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 是因為民眾他會認為這個是政府建的 所以政府看得到 所以他影響政策又回到干預舊法了 他們希望有實質影響 他們會認為影響政策的可能性 應該會比他的PTT或PTT或Face上面的影響力 可能性來的高 好 但實際狀況是什麼 實際狀況回到我們自己 部會內 甚至包含我在內 第一次做個小事的時候 政府的想法是 啊我只是想要測試空時光上看看啊 我只是姑且聽知的這樣的想法 所以這兩者之間的落差 我覺得很容易就會形成衝突 如果一次一次的這樣累積 很容易會變成民眾會問你 啊你是不是你就聽到你喜歡聽的 你就用你不喜歡聽的你就不用 所以在這一次裡面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學習是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的解法很重要 是在一開始 這個執法徵詢的一開始 你就必須要先告訴大家 你的結果將會如何運用 這件事情一定要先公開出來 舉個例子比較具體 像這是我們從到服務法的時候 我們做的一個說明 我們是7月初開始徵詢的意見的 我們在7月初的時候就一併公告說 欸 直接跟大家講好 我們會徵詢到8月底為止 然後在9月7號一個明確的時間點之前 我們會把所有收到的建議 就變成一個會整表 會把它公開然後釋出 然後很重要的是也告訴大家 這整份的資料將會成為 只把下一個階段還有什麼公聽會啊 然後跟縣市政府的會 變成實體會議的時候的一份會議的參考資料 這個東西其實是我覺得整個會議中 花最多最多時間在跟業務單位溝通的 對於網友來說 留完一個留言 他其實不知道他這個留言會被怎麼使用 尤其因為我們現在真建議 他不像依舊法的時候 他是備論問題再去做回應 不是回答的過程 是收集意見的過程 所以你要直接在他留言的時候 給建議的時候直接給回覆 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但在這個時間點會發現說 當我們承諾網友 你的東西不只停留在網路上 在下一個階段的實體會議 他會變成整份會議 後面那個會議參考資料的時候 他會覺得他的意見有進入到 下一個政策實際制定的場域 好 但對於政府業務單位來說 他們會覺得OK 好 我還可以接受 因為我有答應你說 我把東西帶到公進會變參考資料 但我沒有承諾 你我一定會用 因為一定還是要看他的品質到底好不好 所以這是目前為止 我覺得看到一個網路意見 進入到實體世界裡面 一個折衷上面的做法 好 以上大致上回答了 對外面怎麼交代 但接下來也是很難很難的是 如何使用這些內容 在內部上如何使用 狀況是這樣 因為這麼這麼多的內容嘛 我們再做一件事情 叫做把留言內容結構化 好 這一次第一次做 所以我是非常人工的 用人工頒券工的方式 一樣把留言copypress過來 那因為自己做一次之後 我覺得真的太愚蠢了 為什麼join平台不能自己會輸 所以現在國發會在經過反應之後 現在已經有加這個功能了 好 所以問問如何 我們這次做的事情是把留言全部 匯總下來之後做分類 因為評鑑這個東西啊 評鑑指標這個東西 它是很有階層性的 它就是大類評鑑指標 然後小類評鑑指標 所以我們做了分類完之後 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感謝G0D的大大 交配我一個東西叫做say it的 不然它除了可以做會議的紀錄之外 它很重要是它可以做分層 所以當時我做的事情 就把所有的人灌進來 從大類指標 小類指標進來之後 只留下該類小類指標相關的留言 那我心中想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心中想的事情 好 對不起 大家動了一下 好 我心中想的事情是 當我部內自己在做討論的時候 我就開一台大的螢幕電腦 大家跟著去對說 那這一類民眾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哪些可以採用 但結果這回我還失敗了 原因是什麼呢 看著電腦開會這件事情 比較不是部內的習慣 所以最後我屈服的就是 好吧 那我們還是用PDF好吧 所以做成say it之後 然後最後實際上部內可以用的東西 是重新把那個表格 就變一張一張的PDF 按照類別 討論到這個平線指標 我們就看一下 討論到這個平線指標就看一下 大概是用這個方式想辦法 要不要理解 有辦法進到正面的討論場率裡面 那同樣的前面所有的 Excel檔 然後還有say it 然後這些等等 它PDF檔全部都是有公開出來的 好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啊 就一路這樣坐下來 我覺得長照有比較有那個空間 去做更多新的嘗試 真的最重要最重要是因為 他在政策出奇 他還有太多還沒有定案的空間了 所以一樣呼應一咎法那邊的小姐 好 所以某種程度在長照這邊 有稍稍想辦法把太晚溝通之牆給跨出去 但跨出去之後 其實快要收尾了啦 那但最後點一個我發現 下一步我會碰到問題是什麼 是最重的事情就上禮拜 我家的懲罰人就跟我講說 內部的會還沒開 但是他自己先把PDF看過 他發現民眾給的建議品 真的是太圈圈叉叉了 也就是太發散啊 他覺得其實能夠用的是很少的 所以這個地方 他後面的後續解法 我覺得這不是我的專長 然後但是可以點一下 我覺得這就回到 一開始我致敬的唐鳳大大 但是有提到 這邊是從民眾觀點出發的 他們會碰到幾個公眾諮詢的問題 如知白目跟資訊爆炸之響 這可能就必須要從這個部分來做解答 那因為上次唐鳳大大已經做過 相關介紹如何解決都在裡面 所以設了一個QR code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 可以從那個描述可以開始看 好 作為一個小小的收尾 我想要用一個 就是我在做這兩個案件裡面 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一段對話 我在做依舊法的時候 在澄清稿出來 黑封的出來 還沒開始做回應之前 我就覺得為什麼網路上的聲音還是這麼的大 因為我畢竟接收資訊會重複內來 所以當時我是自己私底下 我就去找伊勞宏裡面的一個幹部 我直接到他的醫院 然後去請他可以告訴我 到底他們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那在過程中他就告訴我 包含價值判斷等等 那個價格大概是他教我的 然後所以聽完之後我就跟他講說 好啊 那我想 接下來想要做的就是回應跟溝通這一塊 結果他跟我說什麼呢 他說你想做溝通是吧 你想做互動實質影響是吧 他跟我說黑尼 我跟你保證 他不是跟我說什麼 你的長官不會同意 不是 他是這樣講 他說我跟你保證 你做完疫苗法之後 你會拔掉 我還問他什麼叫拔掉 然後他就說就是file 就是放到篇章地區的意思 那他的原因是他認為說 互動溝通根本不是我們現在這個邪惡的政府 想要做的事情 回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再回頭來看他當初跟我講的這些話 我沒有辦法明確知道到底上面怎麼看的 但至少應該還沒有算被拔掉 然後做完疫苗法之後 後續又有長照法要做 然後中間其實陸續又做了日本四線食品的問題 然後還有實社會事件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又開始要做一社會事件 一臺法相關的議題 所以我這邊其實很想要講一件事情 所以我發現啊 應該說懇求吧 其實有時候我會希望大家可以多給 政府單位多一點點的 同理心跟先不要預設他是 他是邪惡的 面有我覺得有時候很多時候 其實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想像而已 他們不知道一個好的溝通是什麼樣子 不知道政策前期後期溝通的影響差在哪裡 甚至他們也不知道 hypeat say it say it that folder該怎麼架設 有時候其實單純只是這個原因 而不是因為他們的惡意 所以面對民眾這一端 他進入到官民公共的時候會有這樣的問題 一樣的政府進來也會有這麼多強 而且還比民眾還要更多 更多兩道的 所以我想要講的事情是 我們在面對民眾 他如果給一個很淡的意見 我們其實相對起來比較少 直接去罵他說 你一定是故意的 你故意給一個很淡的建議 但是回到政府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會直接認為 政府你是惡意的 你是黑箱的 你是要賣牌的 你才會有現在這個舉動 所以這邊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多一點 給政府單位啦 多一點同理心 就下一次 那你看到政府又做了那麼一奇妙的事情 政府又在撞牆的時候 請大家先休息一口氣 先不要直接罵出三字經 先幫忙看一下 到底這一次政府撞到的是哪一堵牆 舉一個範例 就是OCF的大大國鋒先生 他在醫生法的時候給了很多的建議 但他同時有在做一件事情 他在一開始留他後面的建議之前 他就會說 欸 請在出席就做民眾溝通吧 他就幫我們做了 欸 這是太晚溝通之強的 他直接把他寫出來 因為例如剛才提到長照雙法的例子 他會幫我們說清楚說 欸 其實是你說不清楚 他不會先預設說 你是沒有意願去溝通 或從本職上面去做challenge 我相信有一些政府單位可能是這樣 但是真的就我自己在部內來看 我覺得大部分時候 其實大家只是沒有那個想像 那寫出來之後什麼幫助呢? 第一個 大部分的部會 多少都會有處理這些網路留言的SOP 多少 多多少少啦 可以進到政府內部 還有最重要的是第二個 像我看到這種東西我超開心的 平常有時候去跟部內溝通是比較困難 當你拿著民眾自己寫的說 欸 人家叫我們政策前提就要溝通 這個時候的力道反而是更強的 所以拜託大家做仇給我們 就是未來當要給建議之前 也幫忙去做這些判斷 直接把這些判斷建議寫出來 當我們拿這種建議給裡面的長官看 他們會發現說 他們不只是罵三次建議 不只是謾罵 他們也有給一些建議的 好 那這個就先感謝大家聆聽 先到這裡 那先不要開手 就是最後有放一個小小部分 我知道我一定完全超時了 然後那我還是最後用30秒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整個分享都還比較淺 都在講案例的部分 但其實真正一個關鍵是 為什麼政府會出現這五道牆 我覺得這個是真正最後面 如果真的要去改變這個局面很重要的問題 那我大概是把會造成這幾座牆的一些 我認為比較根本的問題 我大概列了一下 那可能等一下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換一針對裡面的檢台做討論 我就快速的把它唸過 第一個就是我們討論了很多網路 但網路基本上被政府當成一個工具 而不是一個討論溝通的平台 所以比較少是一個治理層面 政策的層面來看網路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永遠只會有新的業務增加 不會有舊的業務減少 沒有一個定期的業務減量的檢討機制 第三個這也是很多人一直在討論 是資訊能力長期外包的問題 第四個是可能大家沒有辦法想像 但我在部內陣太多這種情況 是他們都說他們超想 但他們不知道怎麼樣根據盈利也好 開放資料社群新面移植的做部分 他們不知道怎麼做 以及第五個 很像的溝通中央跟地方的溝通機制 其實是斷流 我舉個最直接的例子 在北市做出預算式絕話 跟等一下 Tony可以分享 做出這個資料預算式絕話之後的兩個禮拜吧 我剛好有機會去行政院門開一次會 然後我碰到張副院長 然後我就提到這個案例 那我發現是會員長是不知道的 就是當開放資料圈 有一個這麼這麼大的新聞 跟這麼成功的案例 但是從地方怎麼樣傳到中央 這中間好像是有一些斷面 那中央互惠之間 地方政府之間彼此的交流也是比較少的 好 那新的案例出來之後 下一件事情要廣泛的影響到公務員 我個人認為啦 教育訓練還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但目前的教育訓練 跟這些open data創新案例的接軌 也是很緩慢的 舉例來說 目前的公務員 他們在見任生檢任的時候 要到文官學院的一個機構 上一個月的課 但這一個月他們完全不用進辦公室 就完全被關在那裡上課 這麼重要的一個教育訓練 目前這針對這些創新的東西 其實教材是沒有進出的 那以及最後這是大家都知道了 一些僵化審計會計用的主 但這個部分也提醒大家 他有時候不只是行政院拿的問題 有時候可能也會稱聖到總統那邊的職權 那怎麼樣大家彼此分工就是可以在討論 好 就停在這一張 謝謝 好 非常謝謝Peki的分享 非常精采 太已經超時了 所以我們可以開放兩個問題好不好 就一起問完一起回應 有個人要提問 其實你可以發現Peki跟那個Andrew的 其實呼應的蠻多的 包括這個派完偷通 跟他整個process什麼transparent 讓大家知道留言這會怎麼用